那三峽的個案其實源自於 士林某科技廠的相關的足跡所採檢過來的 那士林科技廠是從移工所引申而來的 所以移工宿舍所引申過來到士林科技廠 再到我們三峽這個個案 那三峽這個個案是因為 所以同家人有一個當老師是社23606 這個老師因為是科任老師 那科任老師在很多的學校以及很多的班級 當科任老師 所以他涉及的就是比較活動性的老師 所以在這種狀況所接觸的老師跟學生就相當的多 所以在昨天我們總共有18例 採檢出來師生跟家長 總共有18例是陽性個案 那在連續我們不斷的擴大框內擴大採檢 我們在今天宣布又採檢出來有41個 再加上他本人一個 總共這個個案 從老師引起的個案就達到60個 那這裡面的數目中23396 在這裡面其中有6個是家人 除了老師跟師生以外 其中有6個是家人 所以三峽區某國小科任老師 延伸了在受到影響的學校 病童昨天有3個學校 我們今天總共新增了3個老師 32個學生 6個家人 總共41人 再加上昨天18人 就59 再加上一個我們的老師 那總共是60人 所以我們今天學校受到影響 又新增一個學校 所以這裡面特別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至於我們不斷的在三峽國小 某國小的疫情的整個防疫的作為裡面 我們所有潛力總動員24小時不免不休 匡列採檢 所有接觸者 只要是接觸者 或是有直擊重複的 或是我們對健康有餘力的 我們都擴大採檢 所以在三峽的擴大採檢的量 是1543人 同時也及格了764人 尤其學校的老師跟學生 有的涉及到安心班、補習班 還有周遭的環境 我們都極力清消 那為了我們三峽地區 這些老師跟學生以及社區 我們全力的總動員 肉食來環疫 所以我們不斷的清消宣導 而且要求戴口罩 那一些相關的活動 我們都提醒以外 那至於公交辦的活動 我們都盡量延緩 就能夠延緩 讓我們三峽這個區域 也面臨學校的感染 在這兩天有一點擴大 有擴大有擴大的趨勢 我們希望快速的匡量 快速的採檢 能夠有效的穩定下來 案例從22598的個案開始 我們在昨天 我們在採檢了551個 採檢出來有社區裡面 有5個是陽性個案 另外6個是在居家隔離裡面 在採檢當中又有6個個案出來 另外有一個是陰轉陽 有足跡的採檢 一個是有足跡的採檢 所以中和相關西 昨天在居家隔離這個部分 以及相關足跡的採檢裡面 我們總共採檢出來12個 那目前中和的案子看起來是比較穩定 而且慢慢都是在居家隔離採檢出來的個案 這是中和的個案52個 那中和的整個防疫上 經過我們這4天的社區採檢 總共塞了3420個 找到33個陽性確診個案 那昨天是5個 全大部分都是沒有症狀 完全都是沒有症狀的 所以沒有症狀在社區裡面 我們不斷的指導 積極的擴大艙鏈採檢 所以把這33個沒有症狀的幾乎把它找到 當然難免可能還有 最後少是幾個 我們的這個雙和的涉栽站 依然為大家來做服務